那你以后就可以跟他一起 快乐地玩耍啊 朋友 其实吧 我跟周氏虽然跟你关系不错 但是我们俩有的时候 是真的跟不上你的思路 比如说你这下棋啊 做题啊 我们是真的真的爱莫能助 所以能碰上这样的一个人 跟你一起进步学习 姐姐还是很欣慰的 这样的人你就加了吧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嘛 下次不知道后年马 有什么时候才能遇到了 周氏姐 周氏姐 不用找了 这隔壁人家 你周氏姐周一才能回来 对了 你这么想他怎么不去找他呢 路痴 打车呀 我把地址给你 没钱 你少来了啊 那张密码不是解开的吗 你比如说打车过去 你买个飞机过去找他都行 捐了 什么 周氏姐不要 我就捐了 什么 你捐什么捐了你 你捐不捐给我吗 从今天开始你继续学习的客厅码 你的鲁班七号 什么意思啊 鲁班大师 这下二百五 鲁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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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你担心平安 什么情况 这小子睡糊涂了吗 怎么会跑到我床上啊 不对 昨天这床他还睡着 果然是客厅太冷了 这家伙只几天睡完了我的床 估计慕容这时跑过来了 我干嘛一直帮他解释啊 没想到 这小子长得还真的挺好看的 这是脑子不太好 你怎么在我床上啊 这是我的房间你给我下去下去 你给我出去 这是我的房间 周氏姐 你回来了 小飞 你起这么早 你 你那儿睡 没有 这还是我的房间 我早就跟他换过来了 吓死我了 周氏回来了 嗯 算是处理好了一半 我先去睡觉了 昨天家里连床都没了 一夜都没怎么睡 你看看你 都怪你 把钱捐了 不然的话你现在还能帮到你的周氏姐 你怎么还生气了呢 你就别怪小飞了 小飞的钱又没乱卷 她是去做好事了